2020年8月23日 香港著名导演陈沐盛因鼻咽癌离世 年仅58岁 由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 一年之后 他的一座怒火重案终于上映了 在首映里上 成龙 王晶 林超贤 这些电影界的大佬纷纷到场 甄子丹 谢霆锋和吴京 在接受采访时甚至一度哽咽 那么陈沐盛的离世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到底损失了什么 他与甄子丹 谢霆锋和吴京 又有哪些不解的渊源 从他的作品中 我们又可以学到什么 正值怒火重案上映之际 老周就为大家盘点一下 陈沐盛导演的主要电影作品 和杜琪峰 徐克 许安华 这些著名电影导演一样 陈沐盛进入这个行业 也是从电视台开始的 他从小就很喜欢看邵氏的武侠片 常常跑到家对面的 启德游乐场去看电影 而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李小龙 看完《金武门》后 陈沐盛回到家中 不但会模仿李小龙的动作 还会学着李小龙乱叫 甚至还想过 以后也要拍一部这样的电影 中学毕业后 当时在做汽车销售的陈沐盛 在报纸上看到 立地电视台的招聘骑士 就去报了名 说来也巧 当时面试陈沐盛的 恰好是刚转到立地电视台 担任行政主管的施南生 以及制片部的行政总监张家震 这两位叱咤香港影坛的大佬 竟然把没有任何影视工作经验的 陈沐盛给录用了 让他先去剧组做个场计 陈沐盛首先接触的电视剧 是《大内群鹰》 进去之后 他就感觉像是进了封人院 看到程晓东在烈日下跳弹簧床 其他导演和幕后工作人员 都在货车里睡觉 已经几天没有洗澡的他们 头发看起来油油的 显得十分疲惫 这些场景成为陈沐盛入行时 印象最深的画面 也让他知道 要想在影视圈内混下去 必须要做好吃苦耐劳的准备 还好陈沐盛十分勤奋好学 也有一定的天赋 很快便当上了助理导演 更受到了武侠剧名导 萧生的器重 将他一起带到了TVB 加入TVB后 年轻好学的陈沐盛 又受到了金牌监制 王天林的赏识 经常被派到强人手下去学习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陈沐盛给杜琪峰 当了九个月的副导演 熟悉杜琪峰的影迷可能知道 他的脾气非常不好 经常在片场骂人 可唯独没有骂过陈沐盛 对影视热衷的陈沐盛 也不负众望 在TVB仅仅两年时间 便做到了副导演的行列 升得非常快 而陈沐盛第一次当导演 就是拍电视剧 雪山飞狐的结尾大场面 这对于一个新人来说 是十分难得的机会 那时他才23岁 紧接着陈沐盛与杜琪峰 又合作拍摄了《倚天屠龙记》 作为TVB的台庆剧 《倚天屠龙记》的制作班底 及演员阵容都空前强大 监制是王天林 主演有梁朝伟 任达华和郑玉玲 首播即创下了93%的收视率 拿下了1986年的香港收视冠军 后来陈沐盛开始寻求转型 1988年 他指导了一部民国剧《名门》 不再以动作打斗为主 结果反响平平 后来加入亚视后 接连拍摄了《华英雄》 《圣者为王》 《红西关》和《京武门》等电视剧 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 陈沐盛涉猎的剧集类型日益广泛 从时装到古装 从警匪到奇幻 而不仅仅局限于武侠剧 其中时装赌斗剧《圣者为王》 首播就创造了收视神话 间接逼迫TVB拍出了 《大时代》这部剧来硬刚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陈沐盛和甄子丹开始了合作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那个时候的甄子丹 要么在一些电影中出演配角 要么充当反派 自从与陈沐盛合作拍了两部电视剧后 知名度明显得到提升 《红西关》让甄子丹 获得华语电视剧最佳男主角 《金龙奖》的提名 《金武门》更让甄子丹 火遍整个华语影视圈 虽然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 陈沐盛没有显现出 很明显的个人风格 不过 他的导演天赋并未因此而掩盖 反而是在持续地发光发热 陆续受到黄柏明 徐克等人的赏识 十几年的武侠片拍摄经历 让他汲取了大量拍摄动作片 所需的养分 为之后他成为动作片导演 埋下了伏笔 1990年 杜琪峰离开了TVB 和黄柏明 踏家珍 组建了百家风电影制作公司 顺便也就把陈沐盛拉了过来 当时正值王天林要退休 杜琪峰 王京 林领东 陈沐盛等人就想拍部电影送给他 陈沐盛在所有门徒中年龄最小 大家就想让他来知道 陈沐盛喜欢飙车 也想拍摄自己喜欢的题材 就带杜琪峰去西贡看赛车 每个星期六的晚上 会有一群人在那里 虽然性质是不合法的 但是飙车的过程看得很过瘾 当时有一个很厉害的赛车手 叫华帝 陈沐盛便想找刘德华来当男主角 在张爱佳的推荐下 杜琪峰又看中了来自台湾的新人 吴倩怜 就这样 在只有故事概念 没有剧本的情况下 陈沐盛开始了天若有情的拍摄 所以说 陈沐盛才是香港第一个 没有剧本拍摄电影的人 天若有情上映后 取得了1290万港元的票房成绩 在双周一城统治香港影坛的年代 算得上是不错的成绩了 刘德华与穿着婚纱的吴倩怜 在摩托车上飞驰的片段 也成为了港片中的经典 前不久 网红皮佑还模仿过这段 可是天若有情 并没有让影迷们所熟知 大家谈到这部电影的导演时 想到的也是杜琪峰 据说 当年刘德华在刚拍时 并不认识陈沐盛 以为杜琪峰才是这部电影的导演 因为杜琪峰的话实在是太多了 在片场 杜琪峰看到刘德华 总是在意自己的发型 就骂过他 刘德华强忍一次两次之后 又顺了一次头发 暴怒的杜琪峰宣布停工 刘德华也来了脾气 重新开工之后 每换一个机位 刘德华就要让造型师 帮他重新吹一次头发 因此两人也反目过一段时间 而今出道已经40年的刘德华 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火爆脾气 天若有情 也成为刘德华自己 最满意的作品之一 凭借这部电影 陈穆胜得到了圈内更多人的赏识 1993年 徐克就找他拍摄了《新鲜贺神针》 只是这部徐克风格明显的电影 并没有给当时声名出战的陈穆胜 太多的发挥空间 很多时候都只是照本宣科 而且古惑载电影和武侠电影 在当时非常流行 天若有情和《新鲜贺神针》的出现 只是顺应潮流 并不是陈穆胜真正想拍的电影 不过能够得到徐克 杜琪峰等人的器重 说明陈穆胜确实有其过人之处 《华英雄》 《望角的天空》 和《欢乐时光》 这些投资小 质量高的影片 逐渐让片商认识到陈穆胜的价值 也让处在香港黄金电影时代默契的他 逐渐掌握决定电影趋势的大权 1995年 陈穆胜开始谋求电影上的转型 他先是拍摄了一部《望角的天空》 讲述人搭华饰演的卧底 因为兄弟情义 在职责与道义间挣扎 而黑帮还有残酷报复的警匪题材 这部电影被陈穆胜拍的曲折刺激 只是仍未脱离当时流行的警匪片科旧 1996年 他指导的冲锋队《怒火街头》 真正标志着陈穆胜风格的成型 这是一部群像式的电影 一支性格各异且人心涣散的警察冲锋队 在队长朱华彪的带领下 成为破敌的尖兵 每个人的性格都异常鲜明 深刻 让人不由得拍手叫绝 在这部电影中 陈穆胜展现出对于枪战 追逐 爆破场面的超强把控能力 干脆利落的追逐和枪战 火爆刺激的爆破场面 娴熟自然的镜头组接 动感十足的配乐 这些之后都成为陈穆胜电影的标准配置 加之 整个故事的节奏编排十分抓人 使得冲锋队《怒火街头》 在当年的各大颁奖典礼上 获得了多项提名 并最终斩获了金像奖与金马奖的最佳剪辑 陈穆胜曾说过 他非常享受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 没有压力 放纵自己去拍一个电影的过程 是很快乐的 与其说是陈穆胜选择了动作片 不如说是命运帮他选择了动作片 1997年 陈穆胜在佳和电影老板何冠昌的帮助下 辞去了电视台的工作 全身心投入到电影的制作当中 为此 何冠昌还把成龙筹备多年的动作片 《我是谁》 交由他去拍摄 这是陈穆胜与成龙的首次合作 他大胆使用成家般的动作指导 同时 将九七回归前后香港人的迷失思绪 融合到电影当中 赋予了成龙功夫片新的魅力 这部电影主要在非洲取景 基本上以猎奇 惊险 追杀情节为主 在动作设计上 创意十足 神采飞扬 片中的高煞天台格斗 从玻璃幕墙外急速飞落 从直升飞机跌落 摔下原始森林等 都拍的惊险万壮 格外刺激 虽然这部电影仍带有十分明显的成龙印记 但这些并无损这部戏 给陈穆胜带来的影响 让他学到了诸多制作高成本 国际大片的步骤和经验 对陈穆胜来说 拍摄这部电影 是个十分重要的机遇 让他坚定地选择了 时装动作片这条道路 《我是谁》上映后 取得了3885万的票房成绩 位列1998年香港票房榜的第二位 这部影片融合了城市功夫 和西式英雄审美的风格 也对成龙影响深远 后来的《尖锋时刻》中 也有陈穆胜风格的影子 《我是谁》的成功 让陈穆胜进一步成为了香港主流商业电影导演 紧接着他便拍了一部《特警新人类》 用香港最强劲的制作班底 并联合好莱坞最顶尖的视觉团队 拍出的动作与特技场面 也十分具有国际水准 在这部电影中 陈穆胜还大胆启用了一些新人 不仅给吴彦祖 谢霆锋他们 安排了许多动作戏 还要他们在表演上 做回80%的自己 虽然这部影片有成龙来客串 在上映时 也被宣传成新时代的成龙片 但《特警新人类》 更像一部警匪青春片 满屏飞溅的 是片中几个年轻人的热血 叛逆与张扬 夸张和缺乏逻辑的剧情 在这群年轻演员本身的魅力中被忽视 影片最后 当这些新人类 从新会展中心大爆炸火海中逃生 为他们划山版的渔民成龙 嘲笑自己太老实 似乎也在暗示着香港电影 需要这些新人 可惜的是 现在还活跃在大萤幕上的这些新人类 在香港首映时 票房就超过了星球大战前传 最终也掌获了1562万的票房成绩 位列1999年香港票房榜的第六位 《特警新人类》的反响如此之好 陈沐胜便乘胜追击 拍摄了《特警新人2》机动任务 然而在拍摄时 投资方不停地加入外籍演员 让这部发生在香港的警匪片 在剧情上显得有点不合理 但又基于种种理由 陈沐胜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 而为了让影片有更好的视觉效果 陈沐胜将全部的后期特效都交由美国特技公司完成 但是出来的效果却完全不是他想要的 电影上映后 《特警新人类2》遭受了很多人的批评 让陈沐胜很受打击 于是他毅然决定吸引两年 仔细钻研动作片的拍摄 期间陈沐胜监制了两部电影 《愿望术》和《见经先生》 但都票房不佳 原本计划拍科幻版《水浒》的108将 也因投资不够而搁浅 经过两年的卧薪尝胆 陈沐胜不断反思自己 2003年陈沐胜重植倒筒拍了一部《双雄》 这部电影来自于他筹备了一年多的剧本《催眠大盗》 是一个关于多年前 警察与心理医生联手侦破一宗色魔案的故事 在这部电影中 陈沐胜在传统的动作片中 加入了边缘人的内在情感 兄弟情义 亲情以及爱情等元素 对大环境 人物性格上都做出了新的构想 最显著的变化 是每个角色都被赋予了丰富的内在情感 双雄呈现的不再仅仅是火爆的枪战 打斗 还有简约的摄影手法 多元立体的人性 相比冲锋队怒火街头 和特警星人类那种百花齐放的风格 陈沐胜又一次选择了转向 让电影的文系和动作戏兼具 在英雄人物的刻画上更加荡气回场 拍摄《新警察故事》的时候 陈沐胜开始关注内地市场 考虑内地受众的观影需求 慢慢地去学会平衡两地之间的口味 《新警察故事》上映后 不但打破了内地保持十年之久的 合拍片票房记录 更使得成龙成为第一个 获得金鸡奖最佳男主角的香港演员 挽回了他在全亚洲摇摇欲坠的人气 2005年的三叉口 陈沐胜又把郭富城捧上了 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的宝座 紧接着的宝贝计划 让成龙的喜剧动作真正回归 并更添温情 男儿本色则重拾港片传统 构建了一个充满男儿豪迈的动作世界 保持通话 更是顶着首部得到好莱坞授权改变的华语片头衔 拍出了港产片特有的范儿 丝毫未让人觉得水土不服 这些都是票房与口碑同在的上乘之作 这时的陈沐胜可以说渐入佳境 一时间风头无量 2010年 事隔十年之后 陈沐胜终于拍摄了他的第二部 运用电脑特技制作的电影 《全程戒备》 该片耗资1亿元人民币 其中7000万用来做特效 他将中国的传统武术 与好莱坞的变种人相融合 希望拍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效影片 然而事实证明 看惯了好莱坞特效大片的中国观众 对此并不买账 甚至称其为流水线上的次品 陈沐胜在特技电影这条路上 再遭滑铁炉 煞雨而归 之后的《新少林寺》 是陈沐胜从影20年来 首次抛开时装片 选择了民初 这一军阀混战的时代作为背景 陈沐胜曾表示 因为自己在电视台拍的电视剧 全是古装片 拍了十几年 所以才会从电视台出来 拍时装动作片 如果可以选的话 他不会再回去拍古装片 然而 此次陈沐胜却接受英皇邀请 筹拍《新少林寺》 不得不说是一次重大突破 但是 有老板少林寺诸遇在前 想要突破 着实不易 于是陈沐胜将禅的概念引入进来 讲述少林武术的最高境界 是禅武 以武修禅 可惜出来的效果仍然差强人意 没能得到观众的认可 连续两次的失败 对于陈沐胜来讲又是一次沉痛的打击 于是 他再次选择了沉积 2013年 他写扫毒 卷土重来 重新回归到了他的老本行 时装警匪动作片 扫毒中 陈沐胜一改往日文系薄弱的弊病 改走文系至上的路线 他借一个扫毒的故事 讲述了三个男人间的爱恨纠葛 扫毒上映后 打破了陈沐胜前作《新少林寺》 创下的2.1亿个人票房记录 成为他目前在内地的最高票房作品 同时 也打破了伯纳影业王牌电影系列中 《窃听风云2》的2.173亿的票房记录 成为伯纳影业出品港片中的票房新贵 可是扫毒之后 陈沐胜没有顺势开拍第二部 而是拍了一部向武侠电影致敬的《威城》 影片对强权与公益主题的探索 不仅延续了传统武侠片中 江湖庙堂之争的核心叙事主题 更延展了现代警匪片中才常有的正义悖论 当然 本片的动作戏也加分不少 除了冷热兵器的轮番交锋 表现人物性格和时代背景外 彭于燕对吴京 刘青云对谷天乐的打戏都设计的比较用心 尤其是用酒坛推出的擂台 用大刀挡子弹并反射给敌人的设计 都让观众印象比较深刻 然而 总投资2.1亿的《威城》 最后只换回了1.6亿的票房 没有一个好的故事 光靠华丽的动作设计 注定会功亏一篑 2017年 与谷天乐合作的喵星人 票房口碑双双十里 辗转之下 陈沐胜终于重回自己最擅长的时装动作片 拍了《怒火重案》 这部影片在2021年7月30日上映以来 已经取得了3.65亿的票房 已经刷新陈沐胜个人最高的票房记录 只可惜 他在拍摄这部电影时 已经感到身体不适 去检查时 发现患上了鼻炎癌晚期 影片还没定档 陈沐胜导演就已经走到岁月尽头 在《怒火重案》的首映李上 李绍红导演透露 电影能够上映同行们付出了很多努力 所以从这部电影的风格和剪辑来看 与陈沐胜以往的电影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但是从叙事上来看 《怒火重案》依旧是一部陈沐胜风格的影片 通过张崇邦和邱刚傲这两个人物 对情与理 情与法 正义与邪恶 等法律和人性主题进行了探讨 这种兄弟般的情义 某种程度上是双熊 拿尔本色和扫都等电影的一种延续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到 陈沐胜导演的去世 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 当你看到他一头白发的照片时 很难将他和动作片导演联系在一起 陈沐胜没有前辈吴宇森 徐克的独特魅力和风范 也没有刘伟强 杜琪风当下的风头正进 相比之下 陈沐胜似乎更像一个一丝不苟的工人 硬桥硬马的功夫 激烈火爆的场面 将自己的强项发挥到极致 成为了华语电影中的爆炸狂人 或许随着陈沐胜导演的离去 华语时装动作片也会走上穷途末路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对陈沐胜导演有什么看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进行讨论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